南投县的活妇女关怀协会有鉴于蛇工人员在进行个案访试时 时常会遇到蛇工人员被案组骚扰的情况 为了让蛇工人员以及社区的志工了解到如何定义骚扰 以及受到骚扰如何来处理 并且在当下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因此也在南投县普里镇升障福利大楼 办理转业人员安全防生剂反跟烧智能训练课程 邀请到讲师刘淑君以及普里跆拳道馆林迅良老师 对社工社区工作者来进行安全意识的培养 以及个人防身的训练 以确保他们往后在仿试个案时 都能够注意个案家庭环境 并且保护自身的安全 南投县乐活妇女关怀协会 今天会开专业人员防身智能的训练 就是我们的社工在仿试的期间 常常会遇到有骚扰的案件 那遇到骚扰的案件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先自保 那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也顺便跟着我们的 根烧的法令来去做一个宣导 那根烧法跟我们的防身 会有什么样的相连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判断跟案主在访试的时候 那他在访试的过程当中 案主后来对你的一些骚扰 到底是借于我们的专业关系还是骚扰 这个我们就是有时候是要透过 跟我们的主管去做讨论之后 才有办法知道说 它到底是专业关系的混乱 还是说是根烧的法令的限制了 请教练来教我们简单的防身 就是当你遇到有不舒服的时候 那他如果有过激的行动 对于你可能会造成伤害 那我们用的这些动作来做一些阻挡 确保我们的人生的安全 讲师刘淑君表示 在个案方式中 若是遇到已是骚扰的情况 最优先做好的事情就是默默的收证 除了必要的制止行为 也不要轻易与个案起冲突 避免发生进一步的危险 而有了证据之后 在往后通报警方时 也能够有相关的证据 才能够借由法律 来制止跟踪及骚扰的行为再次发生 那请大家就是说 以后如果真的不小心 有遇到跟踪骚扰法这个部分 因为大部分都是面对说 这样比较热烈的追求者 比较疯狂的追求 那我们就是记得要收证 因为收证的话就 在配合警方这边 就是他们就会比较能够顺利办案 普里跆拳道馆 管主林迅良表示 人与人的相处都有一个安全的距离 因此在与人相处当中 保持适当的距离与分寸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也常常与学员分享 礼貌的重要性 而在受到肢体侵犯时 也应该以制止为优先 而不以伤害人为目的 因此这次与社工人员分享的动作 就是进行一些不当行为的反制 明确地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以防止骚扰的动作再次发生 我们很开心受到 热和妇女关怀协会的邀请 来举办这个讲座 希望藉由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怎么样有礼貌地进行下去 如果遭遇到对方 比较不理性或不礼貌的动作 怎么样去判断 然后来做一个简单的处置 然后迅速地离开现场 希望达到说平安的一个目的 社工叶招良表示 在访试个案时 都是本着服务的精神 来进行访试工作 但有许多的案件访试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个案的情绪 以及状况可能不太好 所以这次的课程 不管是跟稍罚的了解 或是访生术的学习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来做准备 因此也希望社工人员 在服务的同时 也能够花点时间来学习相关课程 才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做更好的社会服务 谢谢今天热活 妇女关怀协会举办的 这个跟稍法跟防陈述的课程 因为其实在保护自己的 这些措施上 其实我们需要有 不管是观念 或者是肢体上的准备 因为毕竟其实常常在 今天来参加的有社区的民众 也有一般的社工 那在跟其他人接触的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都是本着服务别人 然后希望能够把事情处理好的心 可是当对方的情绪或状况 不见得那么稳定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去保护自己的这个措施 确实还是需要有所因应跟准备 不管是在就是心理上 有这些法令对我们的保护 跟踪骚扰的观念 然后可以透过这些跟稍法的措施 来保障我们自己 避免被不当的骚扰 那或者是说就是就这些肢体上的练习 然后当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预作准备 然后可以有更好的反应 就是争取到那一秒的瞬间 去保护我们自己这样子 谢谢大家就是平常在工作上面的 付出跟努力 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课程 可以让大家真的在服务别人之前 真的我们先花点时间来照顾自己 保护自己 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可以全身而退 不要说就是我们为了要够有别人 结果我们自己的电动先去向上海到 我相信这不是说我们自己的东西 还是家里的人想要看到的 我们很认识说今天有办这个活动 让大家有这些观念 社工蔡必芳表示 社工要进行访试之前 会先做资料的查阅以及居住地址的调查 而有些个案有可能因为个人精神状况不好 或是居住地的人口出入复杂等等 这次透过反更烧及防身奖息 也可以让他们在访试的过程中面临突发的情况 有办法来保护自己 我觉得今天上这个课程 对我们未来就是去一些比较复杂的家庭 其实会有一些概念 比如说我们除了平常就是会阅读一下他们的资料之外 然后大概也会google地图搜索一下他们家的那个居住地的状况之外 我们也会问一下里长的状况 他们在地的那边的那个地形啊 或是他们出入的人口复不复杂 那今天学这个防身的部分 其实可以让我们有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阅读资料跟透过里长都知道 他们都没有问题之后 那我们去到家里面如果发生临时的状况 或者是刚好有一些民众在滋饶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会有一些概念可以怎么保护自己 所以今天的课程很棒 这次的课程除了让社工来学习之外 也邀请社区志工民众一同来学习 志工表示社区工作的内容包含了居民的关怀访式 而因为社区人力问题 时常都是志工单独前往个案家中 因此这次来学习防身相关观念 这对于志工人身安全有所保障 而后台也会将课程内容带回社区 提供其他的志工来学习 以确保社区志工在进行社区服务时 自身的安全得到保障 我们今天来上这个课 主要是针对我们在社区执行 关于访试或者是居家问安的状况之下 我们志工个人人身安全的一个练习跟学习 那主要这个课程我们着重于在于 个人的防身技能的学习 如果说有所获得的话 应该会对我们志工的 个人人身安全会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学习有所得 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回社区去 再来传达给我们社区的志工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共同保障我们 个人在执行服务的工作的过程中 确保个人本身的安全 社区防暴宣导讲师许淑春就表示 这次的训练课程对于防暴宣导有很大的注意 尤其因为相关法规的滚动性修正 也让他们对于相关资讯能够更进更新 把最正确的资讯传达给社区人员 让民众对于防暴的智能上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很高兴参加这次的专业人员安全防身 既反跟骚智能的训练 对我们防暴宣讲师在社区的防暴宣讲师 非常大的注意 例如很多一些薪资 很多一些政策都滚动性的在改变 当然我们身为第一线的防暴宣讲师 有责任把最好的资讯传播到 及传达给我们的社区的民众 让他对一些有关防暴的智能上 有更新的进一步了解 先缘林芳于感谢县府社劳处 补助南投县乐活妇女关怀协会 办理安全防身及反跟骚的相关智能训练 透过相关概念的宣讲 以及防身技能的学习 也让社工及社区志工等 对于自身安全保护 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并表示社工及志工 是站在社会福利工作的第一线人员 所面临的情况 环境都比较复杂 因此办理这样的课程 也能够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社劳处 对于我们民众的各种除了长照系统 以及有关系到民众的一些相关课题 都能够支持 感谢我们南投县乐活妇女关怀协会 在今天也举办了一个安全防身 以及反跟骚的智能训练 聘请了教官 还有一些学员 希望说透过智能的基本观念 跟食物上的操作 对自身的安全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跟一个防护的安全的知识 虽然说社会的这一环 其实不管是一般的民众也好 我们社工人员也好 社会站在前线的这些人员也好 对于这个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 以及这一个环境 在在都需要有一些 自己防护 自身防护的一些智能 所以说在面对民众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一个的这个安全的知识 我相信对于我们 不管是各行各业也好 不管你的身份如何 我相信最基本的认知 我们都是需要有的 这个活动相当的不错 也希望说能够在我们的社团 或者是一些协会当中 也能够透过一连串的 这一个知识的传递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安全 让自身更加的安全 至少我们有一个 基本的这一个防护知识 我相信可以提升我们 自己本身的这一个安全 先渊陈怡君表示 社工及职工人员 为了落实社会福利工作 都在第一线做关怀访识 以及个案调查等工作 但这些工作 往往都需要面对 复杂的人际关系 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因此这些一线工作人员的 自身安全防护意识 也是相当重要 感谢乐活妇女关怀协会 办理专专业人员安全防生剂 反跟烧智能训练课程 让他们能够借持 保护自身的安全 同时也希望这样的课程 不仅是社工及职工 更应该在社区来做推广 让每个人都能够有 保护自我的观念 守护自身的安全 非常感谢我们 乐活妇女关怀协会 那在我们的残福大楼这边 举办了一个 针对我们职工 所举办的防身术 以及反跟烧 这样的一个宣导活动 那我们知道 就是这几年呢 整个社会安全网的建制当中呢 希望的就是帮助 我们的一些弱势的家庭 或者是比较高风险的家庭 能够慢慢走向一个正常的家庭来发展 那但是呢 这些呢 要被关怀的对象 通常都是 在整个行为 或者是想法上面 跟一般我们的民众比较不同的 那所以呢 为了顾及我们的这个社工的安全 那特别举办这样的一个防身术 跟这个反跟骚的一个宣导 让我们的社工朋友们 在面临这些暗主的时候 更知道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不管是我们的人生 或者是呢 在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上面 都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拿捏 那在帮助我们的暗主的同时 也要保障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安全 那也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社工呢 在做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的服务能够更到位 副一长排阅肯定南投县 任何妇女关怀协会 办理专业人员安全防身剂 反跟烧智能训练课程的用心 也希望这个课程 能够来多做推广办理 让更多人得到反跟烧 及防身的知识培养 在必要时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 民意新闻陈伟一 专题采访报道